捉迷场第二期开始了 哟 这个有意思啊 要不咱晚上玩 咱怕啦 开玩笑 我能怕这个 玩 本着既然要追求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的原则 刚组了一个深夜捉迷藏局 但现在你发现 这场面不光刺激 还有点恐怖了 早知道不答应了 你的恐怖回路 是怎么吓唬你的 游戏开始 你拿到的不是鬼牌 所以你决定 找个隐蔽的地方老实躲起来 昏暗寂静的环境中 大脑能接收到的视听信息 比白天少得多 所以你在走夜路的时候 会特别缺安全感 视觉和听觉皮层 就会特别活跃 我好像听见了一些 奇怪的声音 后面有个人 拿着行李箱 他们把这些信息 传递给大脑的恐惧枢纽 性人和 每个人的性人和敏感度不同 有的人 新转运蛋白基因的表达量少 就会对威胁信息 比较不敏感 胆很肥 姐 不就是个行李箱吗 而你的性人和恰恰相反 敏感 胆小 又脆弱 什么人音 什么必动静 它还掌管着一个恐怖记忆数据库 你的童年阴影 看过的恐怖片等等 都会存在这里 一有动静 这些信息就会被它扒拉出来 干 这里面拖到不会是尸体吧 性人和一个激动 肾上腺素就开始在你的身体里扩散 你的心跳不自觉加快 患毛暑气 手心冒汗 浑身发软 但还好 你的前额叶会及时给性人和悬崖勒马 帮你保持一丝丝的理智 不要瞎想了 行李箱拖尸体的话走不了这么快 我们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你继续移动 秉持着只要跑得越远 狗刀最后的可能性就越大的原则 你决定躲在公园边边的垃圾站 这个假人比较逼真和真人很像 但他姿势僵硬 表情诡异 和人类特征不匹配 你的前额叶就会特意放大这些特征 对这个废弃模特反感起来 好诡异啊 打妹打妹 这就是恐怖股效应 所以电影里常常会用玩偶 丧尸 机器人元素 还好你乐片无数 就这还吓不到你 什么臭东西 给一把 你熟练地打开垃圾桶钻进去 这里空间狭窄 包裹性强 给了你十足十的安全感 下旧脑的神经元会释放出催产素 来安抚性人和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 嗯 鬼不会攻击躲在垃圾桶里的人 你稍微喘了口气 打开手机准备看看大家都在哪 你四十七的小弟女马 飞得这么快 还有抱团躲的 看来还是我躲得最远 诶 钻三你往这么近啊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属输我呀 躲着狗窦结束就好了 看 眼前的鬼脸 三地环绕的狗窍 直接涌进你的脑干 啊 愣着干啥 快跑啊 小脑迅速给肌肉下指令 启动生理反应 前额叶失去理智 你会用优美的语言问候它全家 杏仁河启动应激模式 吊灯圣山线的压力激素 持续抑制前额叶的思考 暂停免疫细胞的生产 毕竟这些都没有跑路保命药件 节省的能量都会留给肌肉跑路 让你润得更麻利 接着蓝斑登场 生产驱甲肾上线素 加强你对危险的关注 但你根本没有注意到 你已经跑到了死胡团 我去 我不会想零二十七吧 白斑你胆子怎么这么小 实在是太不爷貌了 胆小部分男女要把给了 到这儿 你的恐惧慢慢消退 一次惊险的恐怖反应结束了 现在你也是鬼啦 走 我们去抓人 嘿嘿嘿 让我逮到 你们就遭老罪了 根据恐怖守恒定律 当你成为恐怖本身 恐惧就转移到了别人身上 现在 其他人的恐惧回路 就要忙起来了 你猜就要繁住吗 你捆备了 别 dis 回去就转移了 有什么好奇 就去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